就在刚刚vivo 原系统 Orange OS 正式发布了 锁屏界面 UI 设计让人眼前一亮 排面十足 同时还有超实用的零层级操作 可以将最常用的 app 添置锁屏 一触击打的体验 还有更为灵动的指纹解锁动画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的原子随身听 多平台无缝切换的快捷体验 搭配iQOO 8 Pro 的区域指纹识别 融合小窗功能 解锁时一触击打的小窗卡包之后 便捷不要太多 全新的主界面设计将平行世界与原生桌面融合 打造了更加实用 易用且依然高颜值的桌面系统 更加丰富的原子组件 让桌面系统更加智能便捷 一目了然 提升工作效率 全新加入的原子阅读 app 丰富的新闻内容 以及高颜值的排版帧线 还有超强的阅读记忆功能 关闭app 重启手机打开app 依然保留在上一次的阅读界面 更有全新设计的健康 app 超实用的噪声检测 四种实时运动检测功能 如果要挑一个我最喜欢的地方 应该是这次全新加入的行为壁纸 光知预见壁纸联动每天的运动步数 呈现不同的壁纸环境 还可以添加好友一起完成 可玩性很高 全新加入的相机UI设计似乎有些速度与激情的元素在里面 总之全新的ORANGEOS 2.0型真的是把新鲜感给拉满了 整个UI设计的色彩太精彩了 不知道看完本期视频后 大家会跟我一样心动吗